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SALMENIO DEV 今天我們來聊聊有關科研系統 那由於科研系統如果真的講起來篇幅其實還蠻大的 那我可能會猜成上下兩集的方式來呈現 那首先是上集的部分 上集就是關於科研船的開發任務 以及它的條件有哪些 那你該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還有再來是大家比較想要知道的 就是強化圖紙到底要怎麼樣才會比較快速的取得 好,那我們接著直接來看上集的部分 好,首先進來這個開發的船屋裡面 我們看到六艘科研一致排開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選你喜歡的船進行研發了 那不過在研發之前它會有一個先決條件 什麼先決條件呢 就是每艘船它需要的開發條件會有不一樣 當海王星它要求的是皇家的前衛艦 你必須要開啟圖鑑20艘 那如果是君主的部分呢 你的皇家主力艦開啟圖鑑要10艘以上 那伊吹就是重英的前衛艦要20艘以上的開啟圖鑑 那羅恩這邊就是要鐵血的前衛艦7艘以上 那假設因為台版最近經歷過了異色爾格 所以理論上要達成7艘前衛艦應該是不難的 原本在遊戲裡面常鑑住的角色就有7艘了 所以一般無課或是沒有經歷過異色爾格的玩家 要拿7艘前衛艦進行羅恩的開發是一定可以的 那只是說經歷過異色爾格會更加的容易而已 好 以上就是他開發前必須你要有完整的一個圖鑑 好 開發下去之後他會開始跳出任務 那這邊任務是每一天會開放一個階段性的任務 所以這邊加加起來你最快6天 6天才能把這艘船給做完任務領出來 所以這個階段性的任務是沒辦法強迫加速的 你只能等一天開放一天 等一天開放一天 那這些任務的內容有哪些呢 首先第一天你就可以直接開始去累積你的經驗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以鐵血為例 羅恩的時候是用鐵血的巡洋 重巡 輕巡都可以用 那你出去作戰的時候就可以累積100萬的經驗 那這邊有個問題 這100萬的經驗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經驗是包含初級還有每日 你所有有花費石油的作戰 這些經驗會累積 記得是有花費石油的 那任何在後宅 在委託 在演習裡面的 委託這些全部都不會算是經驗 好 那第二個問題 零破滿破可不可以零到經驗 答案是可以的 零破70級零破一樣可以零到經驗 你100級300萬經驗 它一樣也會累積經驗 它只是不會顯示在你的經驗獲得上面 你經驗即便是顯示零 它其實也是會累積到科研裡面的 好 那第三個問題 做完第一個100萬之後 你要按回復任務 它才會開放200萬的任務 你不會說傻傻的 幹完了300萬 還停留在這100萬 因為它的系統設計是 你交了100萬任務之後 它才會開啟200萬的任務 時間到了開啟200萬的任務 所以你必須要密切的注意說 你的100萬打完之後 馬上還任務之後 才可以開200萬 這個相信很多人都會忘記 那剩下的就是很簡單的 包含科研任務 然後給它紫色的改造圖 然後科研任務進行八次 金色的改造圖五枚 最後給它兩萬的資金 還有方塊五個 你就可以做完了 其實每一個任務都大同小異 重點就是在累積經驗的不同 所以我們這邊前面表格也有說到 我們在打經驗的時候 需要哪些船來打呢 像這個海王星就需要皇家的巡洋艦 那君主是需要皇家的戰艦跟戰巡 那炮艦是不行的 所以你不可能拿什麼黑暗戒啊 或是恐懼來打 那是不行的 那衣吹是需要重音的巡洋艦 就是重型巡洋 那出雲是重音的戰艦 戰巡、航戰 所以三層改航戰是可以的 那羅恩剛剛介紹過鐵血巡洋 那聖路易、路易九世呢 其實就是美國的巡洋艦 就是克爹、海媽這些的巡洋艦 可以做我們的經驗 好,接著我們來聊聊 這個科研船是怎麼樣突破以及強化的 科研船很特殊 它不存在用金布裡突破 以及不能吃一般的船來強化 它所要強化突破的方式 就是利用這個強化圖子 來做強化突破的一個概念 所以它這邊要提升它的屬性 就必須要餵它吃這個強化圖子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的屬性會逐漸的上升 然後呢 到達一定的等級之後 它的等級就會突破了 像我這邊如果餵到30的話 它就可以剛好圖還最後一顆星 就可以滿破了 這就是我們強化突破的一個情況 所以它不會需要金布裡突破 所以它也不存在突破的界限 所以它從一級可以直接養到100級 不會卡任何的經驗 只要從一級就可以放在家裡 放到100級不是問題 你不用擔心它要卡70級 好 當科研滿30級之後 會開啟這個龍骨邊傳 那中文可能會翻天月雲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我還不知道 那這邊的用途是什麼呢 因為所有科研船練出來的時候 它的運氣都是0 那這個額外的強化呢 是可以把它的運氣加到15 而且加完15之後 它最後還可以提升它一階的 這個技能強化 那這邊就是給滿30級 如果你有多餘圖子的人 你可以想辦法把它丟到這邊來 那這邊未滿需要165張 正常一般強化滿30級 你需要343張的圖子 所以全部加起來大概就要508 包含這個天月 當然這個是滿長的一個計畫 本來就不是短時間可以完成的 好 在了解科研船的基礎知識之後呢 那我們會想要知道 強化圖的來源是從哪裡來的 強化圖來源是來自於這個研究所 研究室 所以當你在開發科研的當同時 你也可以同時進行這個圖子的研發 所以當這個系統一進來 你可以馬上進行科研的研究 開始去農經驗 然後也可以同時進行這個科學的研究 那這個科學研究其實基本上 就是一個委託的一個任務 那裡面除了有我們的強化圖子以外呢 它其實也會附加了這個科研的武器圖 武器設計圖 那其實也會附加這些 一般我們可以打撈的普通金圖 好在這麼多的這些科研任務裡面 到底要選哪一些任務會比較划算呢 那我幫你整理出了幾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項目大概是比較屬於高耗型的 它需要耗費比較多的資源 那通常它的花費時間比較短 收益也比較多 那這一類的類型就是有所謂的指向研究 它是可以固定一定會出你該角色的強化圖子 然後還有隨機 剩下還有一些科研的設計圖 還有一般設計圖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海王星一樣 它是一個指向的研究 它固定一定至少出一件這個強化圖子 然後再加上隨機其他的角色 然後也會有這個科研的圖子 還有一般的金圖 那它要花費的東西就是錢 然後還有一些些時間 好 那剩下的就是另外一個是消耗這個方塊 那消耗方塊的這個方式呢 其實就有分三個六個十個 這些也是可以直接拿到很多隨機的強化的角色圖 那還有改造就是改造船的圖子 還有覺醒單元 再來就是一般的投資的行為 一般投資有分兩種 一個是一千五三千的 然後最多是到六千四小時 這也是隨機的一個角色圖 還有科研圖一般設計圖 最好的最快的方式就是用魔方方塊的這個委託 三個一小時它在時間內的效益是最大 花最早的時間可以拿到最多的圖子 那如果你需要指定某些角色 比如說你真的很喜歡海王星 想要早日把它弄好弄滿的話 當然多多去研發這個指向研究 一定是可以包整 你一定早日完成海王星的任務 那剩下就是其他的隨機的圖子 那這個好處是你花錢 它除了角色圖子之外 也會給你科研設計圖 所以花錢最大的好處就是 除了角色圖還有科研設計圖 好 第二種是所謂的相對是低耗 但是它花費時間比較長 這樣子整體收益也比較低的 這一群研究 那有的是消耗強化素材的 那它給的是設計圖 然後或是丟棄不要的白裝藍裝 這些看要丟幾個 也是要花時間來研發的 那也是拿到一般的設計圖 再來就是一般的Data收集 就是在一般海域通關的 比如說它要讓你 在三張通關六次 或是十三張通關兩次 那這個等級是隨著你的指揮官等級越高 它會開出來的那個難度會越高 當然只要看你當前版本的進度 那會達到最高的海域 那最低的就是三張了 那它會給你的角色圖是隨機的 再來是基礎研究 它是完全不用任何花費 那相對它花的是很長的時間 有藍的 紫的 金的 一樣給你角色圖 還有科研圖 設計圖 一些些的金幣 這些些金幣大概六七十而已 很少 再來就是一般的研究委託 它是要求你完成遠征的委託 看要做幾件 做三件 四件 六件 這樣子 這一般的內容 其實基本上 不會耗太多的資源 可是它一般來說 就花比較多的時間 時間成本花的比較多 然後它的報酬率 給了圖質量 或是設計圖的量 說實在的真的沒有很多 它就是一個免費的概念 好 那第三個階段 這是特殊的 緊急的任務 那緊急任務有三個 一樣 一個是緊急的指向 這個概念是一樣的 它一定給你 該緊急指向的角色圖 然後隨機還有一般的設計圖 不過這個緊急指向 就沒有所謂的科研設計圖了 一樣它消耗了方塊跟金幣 好處是它時間短 就時間的效率來說真的很快 再來另外一個是人格補完 它一樣消耗方塊還有金幣 那角色圖也是隨機 還有角色的 建船改造的改造圖 還有絕型單元 再來就是緊急的儀裝解析 這一般來說就是為了去拿科研的設計圖 會有很大量的科研設計圖 還有一般的金圖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會做的大概就是指向跟儀裝 真的其實不是很建議去做這個人格補完 因為角色圖雖然是有 但是它是隨機的 那其實後期來說 真的建船改造圖 它給的不會是金的 它雖然有顯示是會給金度 我看是它給的機率非常低 大部分都是白的或是紙的 其實長期做下來這個效益比沒有很高 真的 除非你真的支援很多 否則一般來說不會推薦說 做這個緊急任格補完 相對來說 好 所以綜合以上所需 如果在你支援充足的情況下 做方塊真的角色圖給的是又快又多 那在資金的部分 我建議是做紫色的資金花費的任務 會是比較好的 因為它紫色以上的委託任務 它會給你的是金科研跟金的其他一般設計圖 那藍的基本上都是給紫色的 那除了做科研委託以外 其實還有在活動外面的表現也會有 一般打活動 點數兌換的時候 也會兌換這些強化的素材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無課無法生存下去 無課就是專心去打活動 那有錢那時候做需要高號的委託 那沒錢那時候 就做一些比較低號的任務 就可以了 那有課金的話 當然你可以選擇快點的方式 畢竟人家是課金的嘛 那無課真的不用擔心 真的你做久了玩久了 一樣還是可以全部的船都可以塗好塗滿的 這是考驗你身為這個玩家的一個調度的能力 當然有錢的時候盡量多做 那沒錢想要囤資源 或是活動要來之前 先把資源省下來 多做一些低號的任務 也是可以的 好那最後整理一下可能會有遇到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是 那前面先練的角色 那會累積到科研身上嗎 當然是不會的 科研就是你按下去研發的當下 你才可以累積他的經驗三百萬 好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在研發的當中 我想要換人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你在研發的過程 假設我現在是研發海王星 那我突然想要轉君主是可以的 那他的任務倒數計時會被凍結 那你所農的經驗也會被凍在那邊 你不用擔心經驗會損失 他經驗就是停在那邊 然後直接換到君主的開發上面 讓開發君主的任務會開始倒數計時 第一天只能先農一百萬 然後第二天第三天第十天 那如果你農完君主之後 再回去開發海王星是OK的 那如果你也是一樣 君主開發到一半 想要回去海王星的話 必須要等二十四小時 所以你要換人之前要先注意說 你到底在中間會不會 要換回來這個可能性 所以一旦換出去之後 你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後 才可以換回來 這個是他這個系統上的一個規定 好以上是今天 對於科研系統的一個基礎介紹 希望能夠幫助你了解到 這個科研系統的一個運作 好啦 那我是草莓喔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我會接著整理在下一期的這個科研 好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